这个地方来一次折寿三年 你要想我早点死的话 就让你的猫再吃我的鱼 海德 你今天总是占我便宜啊 不合适吧 好可爱 老板 它多少钱啊 这只猫三千五 有没有搞错 有一只肥猫不够 我还想养 好可爱的小猫啊 阿牛还在哟 哥 送我这个吧 我想要这只小猫 你不在的时候 它还可以陪着我吗 这是我先看到的 走了 好 这个人就是贼士兵吗 嗯 老板 多少钱 那只猫明明是我先看见的 有你那只肥猫就够了 你还想再养啊 提提两只犯人尽了 拒绝第三只 哪来的两只啊 你和猫 刚刚那只猫真可爱 就像是大饼的弟弟一样 等等 他女朋友不是宁佳琪吗 那刚刚那个人是 是 可能是DQ发爱战队的粉丝 或者是工作人员吧 啥玩意儿 劈腿啊 你看你这一脸尴尬的 先是李恒硕后是许泰伦 你看人就没有一次准的 以后乖乖闭嘴 你之前我没有告诉过 我说了你会信吗 到时候说我空口无凭 血口喷人 羡慕嫉妒恨 车到了 请 我有点饿了 你想吃什么 面 面 女孩子不都喜欢 吃什么日料出来的吗 女孩子 那是什么 我就要吃面 热腾腾 有汤 有肉 有鸡蛋的那种 如果世界上 有一种性别是爱吃面 那我一定是那个性别的 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啊 你说干目地地了 好嘞 收到 大声电动 平安导航 可以迟到 一会儿想去干嘛 回基地排位 今天没有训练赛 不想打游戏了 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 票已经买好了 你陪我去 走 不好意思 你干什么 跟做贼一样 要是被发现的话 那 你已经打了三分之一 连赛入威赛了 还没习惯自己是个公众人 要经常暴露在公众事业 这件事吗 第一次让你躲在我身后 是为你刚入战队 第二次就没那么好运 凭什么 你要学会自己事业 这是最基本的 先适应做一个公众人物 再适应自己不被舆论左右 你的教育方针 难道不是少搞事 好好做人吗 你之前是这么教育我的呀 就算你做到了 也会有人讨论你 昨天直播间就有人说你胖了 真的吗 你看 又被舆论左右了 你胖胖你自己不会上衬 等于哪一天做到了亲口跟他们说 我没胖是你们瞎了 就代表你比较 怎么当职业选手都这么累啊 一代皇冠必成其中 10年前 10前天 54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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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4 1 1 2 1 2 2 1 2 1 你们把小猫带进来了 这里面很凉的 小奶猫很容易生病 生病起来的话 照顾很麻烦的 好好看电影 这许泰伦好心机啊 电影还没看完就跑了 那里好像有粉丝啊 我去趟洗手间 你真是没什么长见啊 许泰伦肯定是知道有粉丝 故意套路你的 我先躲起来 我说过这种事不会有第二次 诚哥 你是在和斯玛丽日会吗 他怎么也在 还是你们整个战队都在 怎么躲起来了 是害羞吗 天哪 你们不会真的在约会吧 网上说的刚开始我还不信呢 你看过来 谁也不信啊 大家好 我是GGDX的中单 《笑容》 我标准地接受了MVP采访时用的台词 你们别笑了 他脸皮子本来就薄 好不容易才舒服得陪我看电影 诚哥 就你们俩吧 嗯 是 诚哥 我觉得这肯定是 我在靖泉阳这场微博上 经常看到有人讨论你们 所以 你们是真的在一起了吗 我们 我们是和谐队有关系 纯属巧合出来看电影的 哦 啊 巧合 这有关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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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 对啊 粉丝送的 特别可爱 谢谢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电影院 看电影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刚带着小猫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回基地 今天下午 一直在用小号打排位 不行啊 你问问我队友 哦 是啊 她下午一直在基地打游戏呢 再说了 电影院那么冷 小猫吹了冷气 肯定会感冒的 我可舍不得 雷猫 你去把那个基地的空调关了吧 小猫吹多了冷气 会着凉的 没事 估计是吹冷气吹多了 有点冷 这不是DQ战队的许泰伦 你看她干嘛呀 下周不是跟他们打比赛吗 提前了解一下对方战术 哦 怎么了 这个许泰伦真的太讨厌了 不是个好人 我讨厌他 哦 你们这一帮打电竞的男的 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若智吧 关我什么事啊 好 DQ战队打野DRAGON和女友之外的女人约会 DRAGON看直播的时候 穿的和照片里根本不是一件衣服 所以上午被照到那个人 肯定不是许泰伦 下午两点在万太影城遇到了笑容和S漫 这时间点不正好是一次许泰伦的背影 明明也是万太影城 墙上电子钟的时间也对得上 我和诚哥去买金鱼 买完时间还早就顺便去看了电影 又没有人规定电影只能情侣去看 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 谁会这么正大光明地去电影院等着被你们八卦 至于你们说那别对打野 那我就不清楚是什么情况了 毕竟电影院人那么多 不过 确实是有几个人是等电影开场的时候才摸黑进来的 至于是谁 你那么好奇 你怎么不自己去问他 笑容老阴阳湿了 明显在内涵转的吧 要我说啊 他们成规肯定有一腿 那泰伦哥当挡劲牌的吧 亲爱的决战平安京大人 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二零二零决战平安京职业联赛的比赛现场 我是主持人希哲 今天对决的战队是ZGTS战队和DQ5战队 两队的实力可以说是互相伯仲 究竟录死谁手 让我们拭目以待 3 3 3 1 2 4 4 4 5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